法恩 TVB 拍劇 惠英红做Madam丧杯对白影后惠英红到网桥以代言人身份出席活动 在台上挑战记忆里小游戏 并与街坊分享跟患脑退化症网母生前的相处点滴 孤无道有机会做代言人 帮道人戏福祉 我自己都有阴影 希望帮道一个得一个 惠英红母亲晚年受病魔折磨 她受访表示一直有关注脑退化症 妈咪离开之后 我都有上网留意预防脑退化症开方法 因为自己都怕遗传 心理压力好大 提到工作方面 惠英红透露最近在广州拍摄电影 另一部内地剧集 一集将在北京开拍 明天更要为TVB新剧铁摊开工 届时要广州 北京 香港三面走 惠英红时隔八年返到TVB 她表示有少少紧张 问到有否动作戏 她笑说 今次做Madam 要记好多对白 背道死死下 电度到时间 今次TVB系用电影方式去拍 时间灵活好多 优待你 又无戏 戏比较易度 其林青霞 吕秀玲 其正飘飘 冤家路窄 欲拍欲不合 演艺圈 常常 王不见王 后不见后 就是同类型的艺人 多半不愿碰在一起 若同台难免互别苗头 增加火药味 电影界也只有琼瑶 有办法让秦祥林 秦汉在我是一片云中出现眼情敌 或是让两代当家花旦林青霞 吕秀玲在燃烧吧 火鸟分是自美 两部片都在春节党卖出热烈票房 然而风光之后 演员间较劲到伤害感情的传闻层出不穷 外界都以为只此一次 不会再有 在燃烧吧 火鸟中 吕秀玲演因子子林青霞同年时一字失守 自鞦韆上跌下而失明的女孩 看起来子妹俩的出场时间大致均等 但许多人认为盲脸的妹妹较有挑战性 觉得林青霞变成吕秀玲的陪衬 燃烧吧 火鸟上映时 另一部穷摇片却上心头也上档 变成穷摇自己打自己 燃烧吧 火鸟票房一路大幅领先 却上心头 两部片的主角阵容几乎一致 除了燃片多了林青霞以外 这下子林青霞的卖座号召力得到强有力的证明 虽然多少冲淡为人跨刀的不悦 一般都以为他和吕秀玲不会再合作 哪知道命运的安排谁也猜测不到 民国76年是对日抗战50周年纪念 曾经拍过一堆爱国电影的中影 决定由曾指导英烈千秋 八百壮式的丁善喜拍摄纪念大片 选中徐虚的代表作风萧萧 这不证明的小说曾经搬上大荧幕 李丽华扮演女主角白平 算是颇有话题 真正在台造成大轰动的是台式的电视剧版本 由白嘉丽 崔台精搭配江明 收视极为突出 老戏迷始终难忘 风萧萧中的男主角和三位不同气质 长相的美女产生爱恨纠缠 又有谍报刺激 戏剧性相当丰富 确实是长好的电影题材 钟影一方面与徐徐的儿子洽谈版权购买 另方面积极物色主角人选 高层长官一度考虑秦祥林搭配林青霞 钟处红 胡英梦和松板庆子 不但跨国又有分手就情人在碰头的话题 可惜这充满噱头的组合 证明实现的难度极高 基金洽谈 只有林青霞最确定 其他人都还得再找 林青霞自时虽在香港演出了几部票房成功的电影 知名度持续不坠 然而气势开始走下坡 隐约有限低潮的感觉 徐峰的汤晨公司和他签了片约 他可望为这部新片回到台湾拍戏 钟影立邀汤晨合作 才桥定了林青霞主演风萧萧 需要具备书生气质的男主角 最后选定国父船中的林伟生 丁盛喜对于演员的想法越来越多 到最后连佳河也加入 夏文西也在此时确定压上一脚 风光小荧幕的汤兰花则取代 一度考虑的几位货真价实日本女星 扮演日本间谍没名字 她那时以一部杨夫人泡面广告 在日本大手欢迎 就算不找真的日本女星 光靠她风萧萧也足以引起 日本骗伤的兴趣 眼看演员组合终于搞定 钟影 汤晨 家和携手气势浩大 风萧萧却出了问题 原来电影拍摄权之后 卖到邵氏售上 邵氏一押快三十年没拍 合约上著名形同气权 但经钟影法无研究 邵氏好像没办法主动放弃版权 徐徐之子又与钟影 在售架上难取得共识 丁盛喜干脆放弃风萧萧 花了五个小时想出新的影片大纲 仍是在抗战 初期的故事 片名则叫齐正飘飘 钟影之后也同意她辞拍 风萧萧改拍齐正飘飘 这下子轮到汤兰花有问题 她认为自己是接了风萧萧而非 齐正飘飘 几番协商 她退回定金 彻底退出 钟影和汤晨不得不再 勿色其他重量及女星接手 于是吕秀玲就成为双方都属意的选择 琼瑶收掉巨星公司之后 吕秀玲开始自己掌理自身的艳密事业 与汤晨保持不错合作情谊 更在汤晨的线索中大胆解放 引起话题 也为自己开拓了新的戏路 于情于理 汤晨会提议由她接手汤兰花 并不让人意外 不过也使她又要和林青霞在碰头 所以时也比一时也 当年在燃烧吧 火鸟琼瑶还有办法让林青霞 以同样多的戏份帮衬吕秀玲 现在其正飘飘里 林青霞摆明是第一女主角 吕秀玲不但只能居次 还得小心一旁上有夏文 希可能乱中抢走视觉焦点 两大琼瑶与女再斗一回 更加入香港来的豪放女 战火更加激烈 女星之间别摇头 最常以服装造型 角色设计为焦点 林青霞在其正飘飘演的是 千面女间谍 扮相多变 剧组还特地定做了几款高雅的礼服 让她看来眼光四射 风华绝代 吕秀玲再次突破早鲜的玉女形象 饰演风骚交际花 服装走成熟性感路线 孩子掏腰包定制好几套 就是不想被比下去 夏文希则扮演男装 丽人穿到方子 服装没有那么多套 却是男性军装与女性合服都有 并不会吃亏 台湾的媒体早在期待三大女星名争案 都会闹出什么样的大新闻 果然自林青霞反台拍齐正飘飘后 大大小小传闻不断 一下子是她被传队剧本 角色设计有意见 竟然剧演 接下来换成 吕秀玲自觉不被重视 片场一些细节工作人员 没交代好 让她也被惹火了 轮到她剧演 造在燃烧吧 火鸟石已经肿下的心结 到了其中飘飘 不仅没有化解还被放得更大 丁善喜也承认女主角多 是比较麻烦 至于当事双方 都表示是未戏好 对事不对人 否认彼此之间有问题 林青霞再度反台拍片 被扯进于吕秀玲的心就心结 新闻报道不断 看起来非常热闹 竟无助于其中飘飘的票房 台湾上片当周 刚巧碰上第四代 007提摩西达顿 出世提升的黎明生机 卖座数字相形见处 一路被压着打 三大女星联手 完全没有作用 丁善喜也就再没拍爱国影片 爱国电影慢慢走进历史 台湾几乎不再拍摄了 1.5% 再评论 1.5% 2.5% 2.5% 2.5% 3.4% 4.5% 5.6% 5.6%